现在我们来重温一下保护的各项重点 优质的楼宇是必须要有好的物料、优质的手工和细心的保护来配合 设计时应考虑到施工期间遇到的问题而做出适当安排 建筑物料在生产、运送和存放的过程中都要有适当的保护 施工期间每个工序完成之后都要做好保护 必须采用适当和耐用的保护材料 适当的保护是不会妨碍装置的运作 进行保护工序时要确保不会损坏已做好的装置 业主收楼前所有溶液受损的装置都要做好保护 在建筑工队里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、上下一心、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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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